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我们的车子到底跑多快,最省油呢 是不是车子跑得越慢,油耗越低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每一款车子根据它不同的设计 它都有一个自己的经济时速 在这个经济时速下,就是车子是最省油的状态 目前市面上的男油车经济时速大概都在70到90公里左右 但是根据不同的车型,不同的排列 不同的变速箱,以及不同的风阻系数等等的一系列的因素 它的经济时速是有所区别的 虽然说这些因素对于车子的经济时速都有所影响 但是普遍来说,就是车子的排列越大 它的经济时速可以做的先度比较高一点 那么在经济时速下,车子到底可以做到多省油呢 按照苗哥的经验,我这台SUV 假如说是长期在市区这种工况下跑的话 我是一十二个多油 有时候甚至如果市区线长沙堵车的话 能达到一十三个多油 但是如果用经济时速下跑高速的话 我做到最低的跑过六个多油 同样的拿跑高速来说 我自己开台SUV跑高速 如果时速控制在九十公里左右 我的油耗大概是在百公里 六点二到六点四左右 如果时速到一百零五公里 那么我的百公里油耗大概在七点五到七点七左右 如果我的时速跑到一百二十公里 那我的油耗大概在八点二到八点五之间 那么既然经济时速下车子的油耗最低 那我们如何去知道自己车子的经济时速呢 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上面也没有告诉你 只能通过自己去测试 由于不同的车型 不同的用车环境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 决定了经济时速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它只是一个先对浮动的一个参考数值 所以只能靠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去体会去感受 那怎么去体会呢 你在一段先对平直的道路上 你把你的车速提起来 大概在七十到九十之间这个区间 你去看你的发动机的转速 以及听你的发动机的这个轰鸣声 如果你的发动机转速保持到低位 然后车子没有感觉到明显没力 而且跑起来比较轻快 这个时候大概就是你这个车子当前的经济时速了 由于车子在经济时速下跑起来油耗最低 而且发动机运行的非常安静 如果我们的路上开车条件许可的话 可以按照经济时速去跑一跑 这样的话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用车体验 当然经济时速它不是一个固定数值 除了跟你的车子本身有关系之外 还跟外界环境 比如说这个风阻 道路条件以及你的车子载重 它都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即使你自己的同一台车子 不同的时候 不同的状态 它的经济时速也是有区别的 这个需要自己每一次用车的时候 根据车子的转速 以及发动机的声音 和车子的这种发力表现 大概就能够估算出来 你知道你自己车子的经济时速吗 如果你有你当时经济时速下 最低油耗的照片 可以到评论区跟我留个言 看看有没有能做到四个油以下的 如果大家觉得苗哥讲难实在 给苗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